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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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你别说我了 易奶奶 还知道我是你奶奶 小没良心的 都多少天没来看过我了 谢谢 我这不是有事忙吗 我看你是有心事吧 这么明显啊 你失恋了 林熙说的呀 你告诉林熙都不告诉我 要是你妈妈 以后找你的麻烦 我可不给你挡着 我没用 没用 易奶奶 那说说吧 那我说了你不能生气啊 我最近吧 喜欢上一个女的 可是她年纪比我大 结果婚 还有个儿子 你第三者 而且 闹得人家离婚了 没有没有没有 她早都离婚了 那我为什么要生气 你不觉得我们不合适吗 我有这么封建吗 你奶奶我一辈子 没结过婚 流言蜚语听了不少 我在乎过吗 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不违法 互相喜欢 那其他人管不着 哎呀 还得是我的奶奶 哎呦 你把我老骨头都给掰折了 哎 你不要告诉我 你烦的就是这些事 哎 不是 是我觉得她对我明明是有感情的 可是她最近总躲着我 她躲你追吗 我追了呀 我都死皮赖脸的追 可是她软硬不吃啊 看这样子是要放弃喽 我当然不会放弃 可是我前驴记穷了呀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 我当年要是像你这样 那我现在得后悔死 你奶奶 说来听听吧 奶奶 奶奶 等我好消息啊 你不陪我吃个饭再走啊 下次吧 奶奶 给你拿下来 我给你拿下来 就灰热 我给你拿下来 我回来 吃咱明 你拿下来 我给你拿下来 先再尝诛 直到你 你怎么又来了 来找你啊 跟我去个地方 是我拒绝的不够明确吗 够明确啊 可是你不是也说了 我们可以做朋友的吗 我们还是上下级的关系 于公于私 就算我不能追你 我也不能不找你吧 无间闹看多了 上天台 我想当个好人 到底什么事啊 还非得让我欢喜 为了你们羽翼的未来 也是为了我们华盛的合作 什么意思啊 跳啥 对啊 给你生命的 十二点不到 赶紧去四杯咖啡 你不要命了 虽然工作在市场硬仗 但身体才是革命的稳钱 你不好好运动照顾好身体 于一怎么上市 程耀 我平时已经很累了 我不喜欢运动 没有人喜欢运动啊 但你听我跟你分析啊 你是不是得赚钱养皮特 是不是得赚钱 给员工们开工资 如果你身体不好 怎么照顾他们 所以同心 让你运动呢 不是为了你自己 是为了你身边人 今天也很简单 就跳一千个吧 跳不完我不会让你下去的 好 彤总 加油 我开始了 出事不利啊你这 你怎么别那么多话 好的 一二三四五 可以可以一千个啊 几个了 六个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第十个卡住了 好嘞 好嘞 结束了 并没有 我来带你跳 你离我这么远 绳子会打着你的 好嘞 这样打不到了吧 这样就打不到了 准备好了 走吧 走 真的很AD 和你转人 采动 这个 沈me zero 差Judge 最后 你 你有个瘦 不许 那就确定 And grace my love 听见你的气息 这世界琐碎的东西 平凡的事情 遇见你满是个心意 And grace my love 又想彼此引力 每场换的明明 你是美的爱是不管到哪里 那个今天就先这样了 就当热身了 不行啊 说好了 调不够一千个不能走 我又还有个会呢 不行 你等了 怎么了 打脸了是吗 我看一眼我看一眼 不行不行不行 毁容了毁容了 我看一眼 我好严重啊 真的假的 你去哪儿 我去给你拿药膏 再晚点你的伤都不见了 黄总 这么难受呢 快了 谢谢 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吃得太少了 你得多运动 你看 碳水得有 你好 先要一份米饭 再再多 再多点 然后再要这个菜 肉也得来一点 这个鸡蛋也得要 再要一份鱼肉 还有啊 蛋白得吃啊 再要一份水果吧 这样子维生素也有了 可以了 来 我要一样的 来 我跟你说啊 你今儿得多吃点 咱明天好继续 继续什么呀 继续运动呀 甚至你这么久了 你还会运动啊 程耀算了 运动不合适 我们还是别继续了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 乳酸堆积带给你的酸痛 让你的腰背颈椎 都更加放松了呢 可是我很忙啊 晚上我还要核对 网站对接的事 那个对接是 我们跟Marco对接的 那我跟Rita 还有个会呢 那个会改到明天上午十点了 谢谢啊 借过 谢了 好 你觉得程耀胜算大吗 不知道啊 童馨明显叫回避她 回避说明程耀有机会 心虚才会变动 那你觉得 上次我跟你说完那事 你还觉得她胜算大 拿饭去了 走 喂 陈教授 喂 莎莎 这么晚冒昧打扰你了 关于那本书我还有一个 补充的资料给你 什么书 我请华生帮忙翻译我写的 心血管疾病的诊断与技术 还特别指定了你啊 公司没有跟你说吗 你是什么时候跟公司说的 上周五 那可能是公司还在走流程吧 你先把资料 要发到我的邮箱 我去问一问 好 好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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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好点了吗 我有事找你 正好 我有事传心 你走 好 莎莎 这个呢 是羽翼的上市资料 你先熟悉一下 然后回去做一个 屁屁的架构 下周我会跟你一起过一下 由你跟丁董和张总去汇报 汇报是你的工作 为什么让我来做 架构多久能做好啊 那陈吉的书呢 公司什么时候给我 他时间也蛮紧的 我得看到书之后 才能综合预估时间 他给你打电话了 那个活已经派给别人走了 他指定的是我 他指定的是华生 而且著作翻译本身 就是比义部的活 陈吉虽然是N911的顾问 没错 但他的项目是属于 个人委托行为 标的也不符合我们华生 大客户部的介入范畴 你定格在大客户部 就应该服务大客户部的分配 莎莎 我知道 你最近很辛苦也很累 不管是作为上司 还是你的男朋友 我都希望你把精力 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更重要的事情 指的就是给领导汇报吗 羽翼这个项目 是今年最重要的项目 KPI占了大半 但陈吉书的翻译 也是我想做的事情 作为一个议者 我希望把某个领域 做得更深入一点 这样当我陈殿下来 回顾往事的时候 我至少在某个领域 留下过足迹 而不是只有这些 虚无的形式主义 所以要选择的话 我宁愿翻译陈吉的书 莎莎 你不要任性 我不是任性 我是在表达我的选择 所以请你尊重我好吗 那我问你啊 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你会把我派给你的任务 这么应急地推还回来吗 你什么意思 沈沈 高教授是你的外公 出身在翻译名门世家 好的出身是退路没错 但我作为你的男朋友 我不希望你选择 这样的一条退路 你要知道 只有把前路走好 才是最好的退路 卫天 我们认识这么久 你觉得我是那种 会凭借关系 任性而为的人吗 莎莎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不是说 你是视宠而骄的人 你也很努力 但有些东西 是刻在骨子里的 是潜意识表达出来的东西 好 我明白了 你交代我的事情我会做 但陈吉的书我也要做 好 沈沈回来了 快来 今天炖了你最爱吃的排骨 我在路上吃了面包 我还有工作 我就先上去了 站住 过来吃饭 你不要怪妈妈口气凶 你看看你最近 乔吹得像鬼一样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不要怪妈妈口气凶 快吃吧 快吃吧 尝尝那排骨 你妈今天特别嘱咐我 不能炖得太烂了 说我们家莎莎 不喜欢吃太软的排骨 怎么了 妈妈又没说你了 你看看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这样 你们俩吵架了 妈妈真希望你们俩吵架 也不希望看到你委屈成这样 她都不知道 妈咪 我真的很喜欢她 我也很努力想跟她在一起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妈妈 既然你跟我说了 妈妈就多说几句 你以为妈妈不同意 是因为她不够有钱 不够有地位是吗 但是你小看妈妈了 世上的父母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但是这个好呢 不仅是物质上面的好 而且两个人的三观要比配 如果谈恋爱呢 只要有爱情就行了 可是过日子不一样 谁做饭 谁扫地 牙膏从底部还是中间挤出来 都可能闹得天翻地覆 可是这些问题 都没有办法克服吗 宝贝啊 你靠克服来维护感情 有多累啊 莎莎 妈妈相信你现在 一定有体会了对吗 我今天跟她起了争执 她想让我做那一个项目 但是我想做我喜欢的项目 后来呢 她说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 新入职的员工 你就不会那么任性 但是靠着家里优越条件 所以你才敢在公司说不 她说得没错呀 妈咪 可是莎莎 妈妈觉得你也没错 你不在乎职场上 升职的机会 而是关心你自己感兴趣的项目 妈妈支持你 大千世界 人是多样化的 可是 大姨跟大姨父 他们相差很大 但是也能幸福一辈子 如果当年你大姨不嫁给你大姨父 我想她的人生有另外一种可能 当然了 你姨父啊 对你大姨 不管从不值 还是感情上 都没让她受委屈 但是 你大姨多有天赋啊 你外公寄予厚望 如果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话 现在 说不准已经在外交部工作了呢 可是当年她为了爱情 嫁给了林大勇 最后呢 你觉得这一切值吗 莎莎 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共进退 如果不能共进退 那一定一个人要做出牺牲 你现在告诉妈妈 你考虑好了吗 你可以为她做牺牲吗 或者你有能力说服她 为你做牺牲 别哭了啊 妈妈对不起 别 别啊 你 你干吗哭啊 妈妈 妈妈只是在跟你探讨啊 宝贝 真是个孩子 有不词 那也可以 做个孩子 bore 帮她 但是她呢 我做了什么 那我做了什么 真的 不就要她 我要解释 我做了什么 她先来 就要她先去做帮忙 是吧 你我的故事也还算完整 天歌 我们还是做同事吧 不能变沉默 能想给我更多 当这结局变成非你不可 就是我们在指定的旅途的 你就拥有我 这是参考文献 还有一部分 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 对 但是有一点我们先说好 就是这本书的翻译 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您着急的话 可以找别的团队来做 重质量 不重速度 这本书集合了我很多年的心血 我希望找一个信得过的人翻译 好 那谢谢信任 我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好啊 严重吗 你见外了 明知道我是医生 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已经在好转了 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肯定会来麻烦陈医生对吧 那你先看 好 咖啡应该会好 你好 放在点个斯贝纳铁孙美食 打包带走 天哥 你们脸色这么长 我昨天没休息好 你不是沾枕头就睡着了吗 对 你可以把这两个穿到一起去看 那就这样 谢谢 谢谢 可以 听说你喜欢看话剧 这是我的一个导演朋友新排的 你现在是他看的 你还想知道 你还得到那颜色 多少 你还要游体 女艺剩下的资料就位 我们就可以进入 最后的空间站了 陆总还有什么 其他补充的吗 灵溪已经说得很完备了 接下来的几天 希望我们大客户部 和比一部一起 给这个项目 一个漂亮的收尾 辛苦大家 好 散会 舍舍 我们谈谈 怎么好好的突然说要分手 电话也不接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 够明确的了 没有必要说什么了 因为上次任务指派的事 那是因为陈杰 我看见他来找你 他找你干什么 还跟你说什么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没必要跟公司汇报吧 如果没把你给公司 给公司汇报吧 本手 为什么要突然失败呢 你是不是 人惹惹了 唯一的冲突 可能就是 我昨天给他安排了 雨衣的工作 没让他去陈积内的翻译 为什么不让她接 莎莎身体不好 现在憔悴得跟鬼一样 陈吉那本书 心脏科专著 你也知道翻译这种书 需要大量的专业词 会要损耗多少的脑力 莎莎对于专业的态度 要求又高 那翻译完了 不更加心理憔悴吗 那你又为什么 让她去做汇报的工作呢 她现在刚刚转正 需要评级 她是高教授的外孙女 没错 但这是把双人结 她做得好了 人家说你是应该的 她万一做不好 别人会在背后 指指点点说她走捷径 我把我汇报的工作给她 就是想让她在领导面前 真正得到领导的认可 而且 我不想让领导觉得 她只是高教授的外孙女 那你把这两个原因 都告诉她了吗 还没来得及说呢 她就跟我替分手了 而且再说了 你对一个人好 你不用说出来吗 做出来不就完了吗 老魏啊 你真的是情圣哎 我都被你感动了 你的爱就像春风话语 润物无声 但是为什么 她还会这么嫌弃你呢 所以今天把你们两个 叫过来吗 你快教教她啊 我怎么教她呀 县城的例子就摆在面前 飞机活动场呗 什么意思啊 说明白点啊 请您低下您高贵的头颅去求她 她要是不见你 你就承门沥血 她要是不理你 你就死皮赖利 用她思考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试着融入她的生活 对了 最重要的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拥有苦肉记忆 你这说的都什么呀 我 我做不了这些 你看 神仙都救不了她 要我说呀 谭莎莎跟你分手 活该 老肖 你是不是朋友了 就因为是朋友我才跟你说的 现在爱情和面子 摆在你面前 二选一你选拔 关键我都不知道我哪儿错了 我哪儿错了 你没错 我错了 我错了 行吗 你呀 不应该问你哪儿错了 你怎么不想想 你哪儿做对了呢 我 行了 你别跟她说这些了 她要是懂的话 就不会这样了 我跟你说 我最重要的现在就是 你要跟莎莎好好地沟通 做一次深入的沟通 我现在 连她人都联系不上 她都不理我 那你就自己制造一次机会啊 制造机会 好 pretending 杉杉 听说这个画局最近挺火的 我正好朋友有一张多一个票 这张给你 魏天 我已经提了分手了 除了工作之外的事情 你不要来找我了 请您低下您高贵的头颅去求他 他要是不见你 你就承门沥血 他要是不理你 你就死皮赖子 分手也可以看话剧啊 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 祈祷啊 暗恋 又是暗恋 应该也是赠票 这导演票有这么卖不出去吗 你上次说想要的心血管方面的资料 我找国图的朋友印一份给你 谢谢 真的太及时了 这本书里面太多专有名词了 我真的头都要大了 光看名字就知道不好翻 书里面还加着票呢 这是最近很火的那个话剧啊 是吗 我以为这个剧卖不出去票呢 是啊 一票难求 我和萧一诚刷了好久都没有票啊 可能是 这个导演自己留了太多票 导致市场上的人为急货囤积 你认识这个导演 我们俩倒不认识 我这两张票 是两个朋友送的赠票 两个朋友送的 还能是前排连号 可能导演留的票 都是前排连号吧 不过我这么忙 我也没时间去看 送给你和一诚哥吧 真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什么 舒缓点 A排五座你是六 一 四 这边 这边 来 这边 这个导演 之前看过他很多戏 是吗 期待一下 先生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A排六没错 你看 陈教授 林总监 这么巧啊 你们认识啊 公司客户 陈吉陈教授 这是我男朋友肖依诚 你好 你好 那 那这 这也不对啊 那她的位置是我买给我朋友的 朋友是莎莎 是 我想感谢莎莎帮我翻译 你 那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这两张票都是莎莎给的 那也不合理啊 我只给了莎莎一张票啊 她好像说是 分别有两个人给她票 分别 两个人 还有谁啊 那 这个 那我这个是 你 这也是莎莎的朋友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是谭莎莎的男朋友 但是 莎莎说她单身 刚分手 是 要不喝点什么 喝什么 美试 美试 那就都喝美试 那咱们俩去买 , 行 杀杀忙 不好意思,那我就先走 陈教授 坐 你跟杀杀 是普通朋友吗 这是我的私事吧 再说你跟杀杀已经分手了 我跟她是什么样的情感 是我的自由啊 我还没同意跟她分手啊 分手好像不需要两个人同意 莎莎只是一时置气嘛 我可不同意你这么说莎莎 莎莎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孩 她决定跟你分手 一定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当然莎莎喜欢的男士一定很优秀 但是 让莎莎分手的感情 相比伤得很深 所以 你在追求的 不明显吗 莎莎 莎莎跟我提的分手 没错 而且 分手也不需要经过两个人的同意 但我现在还喜欢她 我依然有权利追求她 挽回她 那就 走着瞧 陈教授 到时候别说我欺负你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 这两个男的在里面干吗 还穿着正装 这样你都不懂 这叫健身房比赛 健身房比赛 对 这也太幼稚了吧 幼稚吧 我不懂 我觉得挺慢的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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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 回去试拍 回头 陈教授 谢谢 您到家了之后 和我说一声 今天的事情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抱歉 不用抱歉 我才是唐突的那个 我也看出来了 你对他还有感情 我已经努力过了 没有遗憾 夏拙 我希望你 也不留遗憾 再见 没有遗憾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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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的脚步声 从未停止喧哗 时间也曾不想 两颗心跳碰撞的 火花 你像地牙牵着我 想去抵挡 原来爱记得 曾经的你和我 天年的情有独钟 寂静飘泊 还一世如昨 总会有风 吹散心无八博 重现你紧张的路阔 仿佛星辰天亮满天 夜参开心飞 把无解的枷锁击碎 我们相互成为 被爱确信的远归 等待你拥抱我 闯闻的不知所措 绚热成烟火 温暖会把我都记得 原来爱记得 重新将会你和我 为风起伏着日落 你望着我 直到云子容忍了 情河 他牵起你的手 固憾在彼此的眼眸 幸福的生活 长拥有 和你通往更多 以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